321KEDRA 2020年3月28号 国际福伦社3521地区申请全球奖学金 成立国际福伦3520地区 习施台湾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卫福部长陈时中 双北市长柯文哲侯友宜到场见证善举 成立了这一年也是台湾疫情开始之际 首先送餐以爱心便当支援医护前线 慢慢的再加入板桥区及台北市的送餐弱势计划 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目前 位于板桥的习施厨房 送餐一户同仁及弱势团体将近有20万个习施便当 当初起心动念以习施概念 善用各界捐赠的蔬果物资制作习施便当 背后来自福伦社友3521地区社友们的出钱出力 而受限总监任期关系 透过习施台湾行动委员会经营 今年福伦社奖助金计划进行结案 也将所有的硬体设备捐赠给 习施台湾行动协会有趣经营 我们运用国际福伦社的全球奖助金 我们在2017年申请全球奖助金 然后来申请9万9千块美金 来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 然后能够帮助更多人 然后以服务来改善我们人生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台北养的福伦社 还有香港3450 韩国3600 还有我们福伦社有16个福伦社来赞助全球奖助金 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全球奖助金的一个服务计划 那我们这个计划也让我们的席子厨房 能够很顺利来完成这个厨房 那也让我们的厨房能够帮助更多人 3 2 1 请接牌 捐赠典礼 尤其是台湾行动协会理事长 继国际福伦3521地区总监简成盈 名誉理事长郭俊良 国际福伦社长代表洪正潘 主办社养德社社长朱玉坤等人 透过接牌仪式 向着福伦认同习食行动精神 携手习食厨房 支持永续服务 连同有很多热心的福伦社友 捐助了一些 比如说瓷砖 或者是一些投影设备 或者是冰箱等等 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加起来 大概会将近900万 900万左右 那这个费用当然不含 包含不含我们送便当的这些费用 如果再加上我们送便当的费用 我们一年大概会送出10万个便当 那这10万个便当的费用 大概会有500万左右 所以每年大概会有500万的费用 会需要筹备 我送的便当有板桥 然后新北的板桥有万华 有大同 还有文山 然后总共这样送呢 为了要在短时间 把便当送到我们所有的长辈手上 所以像我们万华 我们板桥地区 就是由我们各里长亲自来拿 因为就比较近 所以我们板桥就总共每天 他们志工有一个两个 所以总共就有18个人 那我们这边需要 其实厨房是要一直持续的来做下去 我们更需要有更多的爱心 关心 我们希望把这个爱心 能够传播到社区的各个角落 那我们台湾 这个各个弱势的团体 都可以享用 我们这个有爱心的一个便当 那也希望各位 我们不管在新北市板桥区 还是更多的符文社友 更多的朋友来参与 这样一个习食共餐活动 减少可用食材浪费 珍惜食物支援 做成的习食便当 受到了各界回响 照顾弱势长者 习食台湾行动协会 接手后仍以永续经营概念 让环保习食 辅助弱势的善心意举 持续地做下去 记者游文仪新北采访报道